这家主人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怪物 居然直接抢了16个浴缸回来 真是够恐怖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小强哥哥 最近我们粉丝聊天 才是和小强说 他们营地有个家人非常好玩 绝对是全居第一 真的假的 说的这么夸张 小强也是暗奈不出好奇心 问他拿了张邀请函过来看看 还别说这家人确实挺富的 旧农场都有一盘的烹泉 看着就觉得非常好奇 这边还有一堆的樱花树 可以啊 等等这些是什么 一二三四 我去 这里居然有16个浴缸太不得思议了 相信小伙伴们都抢过浴缸这东西吧 应该都知道这玩意非常的难想 不当只要运气好 而且还得有钱 有手术才能抢得到 这家主人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怪物 居然直接抢了16个浴缸回来 真是够恐怖的 粉丝告诉小强 光浴缸就花了3000块的大洋 我们来试试看看泡浴缸是什么感觉 这设计得很不合理呀 居然没有寓意傻的 而且还穿着鞋子泡 真是太不能性化了 虽然和小强想的有点出处 但我还是非常想要得到他的 至少小伙伴们来小强家玩的时候 也可以体验一下泡澡的感觉 好的 这里咱们也是欣赏够了 我们去他家的金库看看吧 本来小强还以为他家金库应该会很好挖的 没想到这么简单 只有第三层有柜子 下面两层都没什么东西 看来这家主人不怎么喜欢布置金库呀 不过这样也好 下次小强匹配到这营地 他起来肯定会很方便的 嘿嘿 外面家人这么好挖 里面的物质肯定非常酷 那时候小强就可以狠狠的捞一笔了 斗篮和金库都看过了 我们进去房子里面瞧一瞧吧 整个房子都是粉色格调的 看来这家主人应该是个小姐姐了 哇 你们看 这里面还有鱼缸鹦鹦鹉啥的 只要是充钱的东西 这里都有啊 复魔绝对就是复魔 小强都有一点想抱大腿了 二楼这里也是相当的漂亮 你们看的地板 都是透明的 看起来就非常时尚 小强也是去商队集市了解过了 一块地板就得花25个小太阳 这够贵的 这家园简直就是商城集合品啊 电视冰箱空调 只要能买的这里都有 果然女孩子爱美食天性啊 就这么一个房子 起码得花个5000块大眼吧 诶 这里有一桌子大龙虾 可惜不能吃 那小姐姐也太小气了吧 就要不分享一下美食 都说吃毒食会变胖 小姐姐要注意点哦 小强是不在意变胖的啦 可以多压紧我们不来吃 我肯定会很高兴的 时候小强也是想拼一波玉剂 看看能不能中奖 收到浴缸 这个配件材料快到时间了 我们就等一等吧 我去真是浴缸赶紧点点点 我的天 前后不到10秒就结束了 这也太疯狂了吧 可惜这次小强还是没中奖 真是有点郁闷啊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先这里了 小伙伴们有没有冲中过浴缸呢 欢迎在朋友去告诉小强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